泰山民众最爱的登山步道机 也就是坚冻山步道 因为设施老旧 加上木栈道已经出现损坏的情况 所以为了强化民众登山的安全 在去年泰山公所特地和光举合作 进行整修步道工程 虽然走长度短短不到一个公里 但是只要登顶就可以远调 大台北地区的美景 欢迎民众利用假日 可以来趟轻松的登山践行之旅 泰山民众最爱的登山步道之一 坚冻山步道 因为使用频率高 过去设施老旧 木栈道损坏 去年泰山公所特与观光局合作 整修步道 我们在整个坚冻山的步道 因为使用的频率非常高 所以有一些木栈道 以及拉绳的部分有损坏 我们特别感谢 我们新北市政府的观光旅游局 在去年9月 也完成了相关的一个步道的一个整修 那能够提供给我们山友 一个更好 更舒适的一个运动 跟登山的一个环境 除了整修步道 在步道的起点 磁修公园入口处 还重新设置了开口意象 以及登山步道路线图 最重要的是整条步道风景优美 相当值得登山践行 它的起点就在我们的一个磁修公园的后方 那从整个步道上去到终点大概有890公尺 那相关的一个零像 非常的一个原始 那周边我们可以看到原生种的一个相关的 相关的一些树木 那非常的一个值得大家能够来观赏 登到我们的山顶上面去 可以远眺我们的大屯山 以及我们观音山 湛山等等的一个淡水河的一个美景 那将整个泰山新庄地区 整个风景能够一览无遗 整条步道不到一公里 有着优美零像 经过重新整修之后 更强化了登山安全 相当适合民众假日的时候 来趟轻松的登山践行之旅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泰山采访报导